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互动 那么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手里面的这个花钱 正面是辟邪趋恶 然后背面是五毒 这个花钱是本地一个厂家 在收藏市场上面花一千块钱买到的一个花钱 他买到这个花钱之后 有朋友说真 有朋友说假 真假自己也拿不准 那么这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也来当一下鉴定师 来鉴定一下这枚钱币的真假 鉴别一枚钱币的真假 主要就是看它的字体 书写是不是刚净有力 符不符合当时铸造的这样一种特征 然后就是重点看一下它的窗口 还有就是编道 窗口铸造的是不是也是干净利落 非常的立体有劲 然后看一下它的编道 有没有流通磨损的痕迹 再就是重点看一下它的这个同质还有就是整个包疆 那么最后我们可以去听一下它的声音 那么经过刚才大家仔细看过几个要点之后 对它的真假心里有没有答案了 都可以把答案发到评论区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因为现在整个花钱的话 在收藏市场上面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像这个花钱 辟邪趋恶 这种花钱 如果是真品的话 在收藏市场上面 至少像这种自扣品项 至少都是两三千一个 如果说花一千块钱买到的是一个真品的话 基本上也是一个减漏价 大家在收藏过程中 不管是花多少钱买到的一个钱币 真假都要放在低位 因为不管花多少钱 买到的如果是一个假货 房品 工艺品 它是没有任何收藏价值的 而且就是本身的价值也不高 过几天会给大家揭晓答案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峰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别忘了点赞 关注 收藏 转发 谢谢大家